嗨,大家好 每到春季,是不是有很多人也和我一样 总觉得地不够用呢? 各种各样的蔬菜,各种各样的花,各种各样的树都想试一试 那么怎么能够拥有更多的种植空间呢? 下面就给大家介绍一种我所实验成功的堆肥种植一体的容器种植法 这个方法将我们平常所丢弃的废物重新利用变费为宝 还节省了很多买土的费用,减少了垃圾的排放,保护了环境 下面就一起来看看吧 首先,我选择这种比较常见的不透明整理箱 要选择这种有一点点弹性的材质 不能使用硬塑料或者透明的整理箱 它们比较脆,很容易就碎了 然后我会在离底部大约1到2英尺的地方钻孔 为了避免孔太小被堵塞 我选择这种粗一点的钻头 当然,你也可以把孔打在底部 我选择打在侧面有以下几个原因 第一,整理箱底部可以储存一定的水量 即使太干旱的时候,也可以保证底部有足够的湿润 第二,可以根据孔内流出的液体判断 箱内物质的降解程度 根据这个容器的体积 如果要把它全部装满土 估计需要这种2QF的大约26.6升的带装土 需要一袋还要多 所以还是比较昂贵的 怎样经济实惠的把它填满呢 我就是采用了三明治堆肥法来填充 一层蛋圆,一层碳圆 首先,我将大块的木质的枝条什么的放在底部 这些是去年的秋葵的茎 剪下来的黑莓的枯枝 还有剪下来的枣树的树枝 这种带刺的,还有玫瑰的枝 都可以放在底下 这些放在底部 因为它们降解的速度比较慢 并且其空隙比较大 空气可以在里面保持内部的耗氧环境 有利于降解的彻底进行 并且植物的根系一般不会长到这里 所以也不会影响作物的生长 这些放上之后,我会放上一层蛋圆 这些是整理菜地的一些蔬菜残余 接下来,我再放入一些去年秋天 欧制的树叶松针等 这里面有很多的细菌、针菌等微生物 可以作为影子加速堆肥的进度 也可以把厨余放在这一层 如果厨余里面有肉类或者是奶制品 我会加入一些Bokashi 就是用EM发酵的米糠 它是一些艳养微生物的组合 这些微生物喜欢艳养的环境 对所降解的物质也没有什么要求 蛋白质、奶制品都可以降服得了 并且不会产生异味 不过如果没有的话也没有关系 因为这层厨余埋得比较深 所以不会有什么异味 接下来的这层探圆也有很多的选择 家里的报纸、纸壳子、鸡蛋盒、枯枝、树叶都可以 接下来又是一层蛋圆 这是上次清理菜地收集的蔬菜残余 可以看出部分已经开始有降解的迹象 开始发黄 接下来我会放入一些半成品的堆肥 这是去年冬天试验的生长袋堆肥的半成品 因为太干燥堆肥不是很成功 能明显看出有很多东西还没有开始降解 然后我会放入一些我的堆肥箱里的 一些未成熟的堆肥 我们可以看出这里面有很多的蚯蚓 也有很多看不见的微生物 它们是降解这些物质的最大的工程 这样一个具有好氧菌、燕氧菌、针菌、小动物等多种生命体的小生态箱 就基本完成了 它们会各自其职 选择各自适合的生长地盘 在这里开启讲这些废物向肥土转化的旅程 不知不觉 箱体内三分之二的容积已经被装满了 接下来我会放入一些圆土 因为圆土中有很多的矿物质、微量元素 还有很多的生命体 最后才倒入我们购买的种植土 里面可以根据需要添加一些堆肥 好了,这样一个集堆肥、种植、一体的种植箱就做好了 它的装土量只有原来的三分之一 非常的经济实惠哦 种植箱做好以后 是可以立刻在里面开始种植的 现在我就来示范种植一下 首先中间我们种上两个土豆 因为土豆是需要向上培土的 所以是很好的选择 周围种上一些小葱头 葱头是须根 根系比较浅 也很适合 因为土豆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长出叶子 所以我在中间会点拨上一些 生长期比较短的水萝卜 最后我们把水浇透 是不是很简单呢 那种植效果又是怎么样的呢 这是我在去年四月份做的堆肥香 这是五月份的生长状况 里面的植物都非常健康 有没有心动的感觉呢 要不要试着做一个呢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非常感谢大家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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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